林小夕,你真是个废物,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一个月挣三千,叫花子都比你挣得多,你活着简直就是浪费粮食,你怎么不去死? 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她的眼神就像看仇人,以前我有份好工作,是他们砸我的饭碗, 他们把老来子扔给我,不带就是不孝,还让调解员劝我养家养地, 我根本跑不掉,证件被他们收起来,工资卡在他们手上,那个孩子,我从小带着,有感情了,舍不得, 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的,那个我一手拉扯大的孩子,背着我冷冷说道,你们能不能让保姆别管我? 保姆怎么回事,越来越不中用了,这个月工资才两千块,她是不是让老板给她现金了? 我妈淡淡说道,她生病了,胃癌晚期,现在没了利用价值,我想把她赶出去,反正又不是我亲生的, 后来,我拼死反抗,却被他们拳打脚踢,像垃圾一样扔在外面马路上,再次睁眼,回到大学毕业那天, 这次,呵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林小夕,有人找你,他们说是你父母,前台给我打来电话, 我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刚走到门口,我妈就把孩子扔给我,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带, 上辈子我妥协了,然后成了他们带娃工具,这次,我带着他们出了公司门, 然后摸出手机,喂,110吗?我要举报我父母,他们是人贩子, 我妈急了,她转身对我爸说道,林爱国,快抢她手机,我高高举起孩子,别惹我, 否则不小心,哦呵,虽然我不是他们亲生的,但这孩子是呀,果然, 他们不敢动了,只是小声嗶嗶,怎么回事,怎么变化这么大, 这都是他们逼的,嘿嘿,送上门的人质,我就不客气了, 我简单说了情况,再补充了一句,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现在突然来个孩子,他们肯定是用了不正当手段, 刚说完这句,他们就急了,林爱国大声吼道, 小剑种,老子养你二十多年,不是亲生的,早就把你弄死了, 小剑种,他的种能这么骂,从高中开始, 周末和寒暑假,他们都帮我找好了兼职, 嘴上说的是为了我好,提升社会价值, 可工资没给我一份,白天上班,回来还要煮饭洗衣脱地, 我不欠他们的,该还的上辈子都还完了, 我点点头,对,我是小剑种,你是老杂种, 林爱国气得想扇我巴掌, 我右手提着孩子,左手轻轻捏着他脸颊, 你敢打我一巴掌,我就甩他十巴掌, 反正呢,又不是我儿子,不打死问题就不大, 上辈子我对他那么好,一把使一把尿拉着大, 他怎么对我的,不能再想,不然我会忍不住掐死他, 我妈善善地笑着,小西,你那么善良, 怎么会做犯法的事,孩子给我,不让你带了, 哦,哪有这种好事,他们想干嘛就干嘛, 我耸耸肩,笑得一脸灿烂,都是你们教得好, 不然,我还坏不来,我轻轻把孩子抛向空中, 想要他,摇了摇食指,不行哦, 孩子大声哭出来,那对父母惊声尖叫,你疯了吗, 我早就疯了,支撑我的,只有仇恨, 我指了指对面角落,你们蹲过去,不然我就打他, 他们快气疯了,我妈不停拍着胸口, 游戏才开始,这就受不了, 我啪的一巴掌拍在奶娃脸上, 再哭,我就继续打, 瞬间,哭声停止,小孩子最会看脸色, 我妈摊在地上,抹了一把眼泪,准备刚好卖惨, 她,的一巴掌,打在小孩屁股上, 你敢叫,我就敢打他, 又不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小杂种, 他猛地呛了口气,捂着胸口咳嗽, 我一个眼神过去, 林爱国牵着李小英,乖乖蹲在角落里, 没等多久,警察来了, 他们抹着眼泪,哭得惨兮兮, 我嘴角挂着一丝冷笑,警察同志, 我刚毕业,他们就抱来一个孩子, 还说是我的,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你们赶紧审问一下, 林爱国叹了叹气,警察同志, 这孩子是我老婆生的, 今天带过来让他姐看看,没想到, 我撇撇嘴,点开录音, 早就知道他们是黑心肝,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警察听完严肃问道,孩子是谁的, 别想撒谎,一查就能出来, 李小英颤颤巍巍举起手, 同志,是我亲生的, 你看刀口的伤疤还在, 他边说边掀开衣角, 露出鲜红的伤疤, 林爱国笑着说道,都怪这孩子, 连个玩笑都开不起, 警察冷冷看着他, 当我们是傻子, 玩笑有这么开的, 你们到底想干嘛, 他们对视一眼,我妈哭着说道, 同志,我们老了挣不了钱, 孩子我们养不起, 想让女儿帮忙养, 他年轻,能挣钱, 还有精力带娃, 两个警察都听笑了,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亲子鉴定书, 警察同志,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应该没义务帮他们养孩子吧, 而且我怀疑, 我是他们拐来的, 请你们帮我好好审一下, 林爱国一巴掌给我扇过来, 你再乱说, 老子打死你, 我快速侧身, 往警察背后躲去, 他的手只打到了一半, 不过也够了, 我捂着脸, 可怜兮兮说道, 警察同志, 他们经常虐待我, 请你们帮我找到亲生父母, 我想问问, 为什么把我卖给这么残暴的人, 我边说边挽起袖子, 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 警察看向他们, 冷冷说道, 走吧, 回警局, 我给领导打电话, 请好假, 这次,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工作, 他们慌了, 不断朝我使眼色, 我根本不甩他们, 然后就看到李小英用力揪小孩, 婴儿的哭声立马响了起来, 林爱国甘大说道, 同志, 孩子要喝奶睡觉, 我们必须得回去, 我嘿嘿笑道, 警察同志, 我会带娃, 保证不哭不闹, 要不把娃给我试试, 那两人吓得一哆嗦, 怀里的孩子瞬间止住了哭声, 到了警局, 那两人刚开始还不想交代, 找各种借口推托, 后面警察把娃扔给我, 他们就老实了, 林爱国小生说道, 我们没有孩子, 就用500块买了一个, 警察同志, 我们不买它, 它就会被转卖到深山, 或者拉去国外卖器官, 我们是救它, 如果这也要罚, 那我们可不认, 中国这样的太多了, 你们先去把他们都抓了, 我撇撇嘴, 根本不信他说的话, 轻轻把玩着小孩的手,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能说出那么珠心的话呢, 是不是断手断脚, 才会乖呢, 我抬头看向他们, 警察同志, 分开审吧, 我在大厅带娃, 林爱国一掌拍在桌子上, 满脸愤怒, 小孩被他吓哭了, 我抱着往外走, 乖,不哭哦, 你爸真坏, 连亲生儿子也吓, 他们想扑过来, 可惜被拦住了, 两小时后, 他们出来了, 原来我是他们去庙会偷偷带走的, 一分钱没话, 他们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又不想出钱买, 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本来他们想偷一个男孩的, 可是家长看得紧, 根本没机会, 林爱国叹气说道, 那个老人闭着眼球孙子, 林小夕就站在旁边, 我们带走的时候, 老人还瞟了一眼, 这也算是送给我们的吧, 这次他没说谎, 所以我生来就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 林爱国被拘留了, 把责任都揽到他自己身上, 我知道主要是因为孩子, 警察说我们会继续追查, 有后续的线索在通知你, 可是我不想知道了, 一个人多自在, 刚出警局, 我妈就拦住我, 她可怜兮兮说道, 小夕, 你帮我写个谅解书, 好不好, 你弟弟才一个多月, 他需要爸爸呀, 你那么好的人, 肯定会帮我们的, 我滴滴笑出了声, 原来, 他们打的这个主意, 李小英, 我记得你是小学生文凭, 但应该也知道, 犯错就该受到惩罚,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你都当妈了, 要懂事点, 女人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 我刚想离开, 被她拉住了手, 李小英碰的一声跪在地上, 小夕, 求你了,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你只要写个谅解书, 我保证以后不打扰你的生活, 呜呜呜, 你让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啊, 你是想逼死我吗, 我占的笔直, 也没有测过深的打算, 她这一跪, 我受得起, 我淡淡说道, 你别来找我了,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的, 李小英死死瞪着我, 见人, 我们不好过, 你休想独自享福, 你不邪, 我天天去你们单位赌门, 我说到做到, 别逼我死在你们单位门口, 我紧紧握住拳头, 指甲划伤了手心, 理智占了上风, 差点, 就差一点, 我差点没忍住打死他们, 我蹲下身子, 用阴冷的声音说道, 李小英, 你猜我敢不敢, 去找你拼头的老婆告状, 你猜李爱国要是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会做出什么事来, 要是手里没点东西, 还配重活一事吗, 李小英吓得发抖, 她紧紧抱住孩子, 颤抖着声音说道, 你, 你别想吓唬我, 我外面没人, 我跟你爸感情好着呢, 我似笑非笑看着她, 轻轻挑起她的下巴, 然后一巴掌给她扇过去, 啊, 疼, 鲜红的巴掌印出现在她脸上, 我还是没忍住, 手太痒了, 先爽一下, 嘿嘿, 我在公司等你, 尽管来世, 我转身离开, 身后想起李小英愤怒的咆哮, 林小夕, 我要杀了你, 哎哟, 这就受不了了, 那个孩子, 我可不想接受, 不然, 他们都得进去几年, 林爱国根本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 才一直没有孩子, 上辈子, 我提前去幼儿园接人, 见过一个男人, 买了一堆玩具送给小孩, 当时没有多想, 刚刚确定了, 第二天上班, 我给保安大叔一个红包, 只有一个请求, 不要放李小英进来, 想威胁我, 没门, 周五下午, 保安给我发了张照片, 李小英蹲在墙角, 他在守我, 实际上, 我挺想跟他深入交流一下, 上次才打一巴掌, 有点不得劲, 以前, 他们可是用鞭子抽几个小时呢, 看了看车票信息, 还是算了, 拿到手里的证据最重要, 我坐的同事顺风车, 光明正大, 从地下车库走的, 他爱蹲, 就蹲呗, 最好蹲到天荒地老, 到了老江安县, 我找到保安大叔, 我以前经常挨打, 他还安慰过我, 我塞给他两包滑子, 书, 我家猫咪掉了, 能不能查下监控, 这几天, 恋爱国不在, 我赌内男人会来, 果然, 我在电梯里看到了他们, 举止十分亲密, 过了三个多小时, 那人进电梯, 按了18楼的键, 很好, 原来是同一栋楼的邻居, 只要时间把握好, 的确很方便, 偷偷拍下照片, 我的嘴角疯狂上扬, 让保安大叔拉我小号进了业主群, 1803号的两位业主静静躺在里面, 走的时候, 保安大叔看了我几眼, 然后给了我一张小纸条, 他说, 小孩都长这么大了, 有时间再回来看看, 眼睛突然有点酸, 寒冷的冬天, 只记得他偷偷塞给我两个烤红薯, 原来他还记得我, 我重重点头, 好的, 我会的, 走出小区, 打开纸条, 看到一个电话号码, 我用微信试着添加, 出现了1803号女主人的头像, 大叔, 他什么都知道, 我冷静下来, 去数码市场买了三个摄像头, 刚刚拍的照片, 我不会使用, 不想给大叔带去可能出现的麻烦, 回去开门的时候, 他们换了索心, 看来李小英对我戒备心挺重的, 我打电话找了个开锁的, 几分钟就打开了, 花了50块, 我拿出角落里的全家福, 师傅点头离开, 我快速安装完摄像头就离开, 回到公司宿舍楼, 李小英抱着孩子等在门口, 我看了看时间, 马上12点, 真够坚持的, 看到我出现, 李小英扯出一个笑容, 小夕, 亮姐说我不让你写了, 你说得对, 做错事就该受惩罚, 这才几天, 转变就这么大, 我冷冷看着她, 我有没有说过, 让你别来烦我, 从公司找到宿舍, 你可真厉害, 李小英尴尬笑笑, 小夕, 你爸爸进去了, 我实在没办法, 我不求你亮姐, 但小孩是无辜的, 你能不能每个月给我一千生活费, 我们连奶粉都买不起, 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的实习工资, 一个月才一千二, 她就想要一千, 看来, 上次的威胁没起作用, 肯定是我威胁的还不够狠, 她是不是以为, 我还是从前的我, 我冷笑出生, 李小英养不起别生呀, 她不是还有亲爸吗, 你让她亲爸养呗, 你是不是不敢, 要不, 我报警帮你去找她, 让她负责, 李小英黑着脸, 她用力揪小孩, 小孩挖的一声大哭出来, 这, 又想做妖, 孩子的哭声, 惊动了附近的人, 虽然很晚了, 但宿舍楼下还有十几个人, 李小英哭着说道, 小西, 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的弟弟,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 难道你想饿死我们, 小西, 我们养你二十多年, 在你身上花好多好多钱, 你就这么狠心吗, 妈妈求你了, 你就每个月施舍点生活费, 好不好, 我都五十岁了, 真的折腾不起了, 四周全是指指点点, 李小英穿得破破烂烂, 脸上灰扑扑, 头上有白头发, 怀里还抱着一个哭唧唧的小婴儿, 看起来可怜极了, 出去要饭应该都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上辈子的经历, 我可能会接手这个烂摊子, 可现在, 可惜, 这一切都是假的, 要是他们真的去要饭, 多好, 我冷冷说道, 我可以帮你报警, 也可以喊他亲爸过来负责, 甚至能让他亲爸的原配过来收拾你, 想试试吗, 我是你们教出来的, 不是个好东西, 李小英傻眼了, 他冷哼一声, 你又想炸我, 不管怎么说你, 始终是我女儿, 这个身份, 你摆脱不掉, 他就是你弟弟, 你就该养他, 笑死, 人贩子养的儿女, 就必须给他养老送终吗, 是不是必须认贼做父, 我撇撇嘴,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想让我出钱, 做梦, 我把话放在这, 你们的赡养费, 我也不会出, 你最好现在就去法院起诉, 我等着强制执行, 你最好记清楚, 你们是人贩子, 是你们对不起我, 听到人贩子, 四周的人眼神惊恐, 他们死死盯着 李小怀里的婴儿, 李小英这次, 真的慌了, 她摊在地上, 哭得伤心欲绝, 你不要污蔑我, 是你奶奶不要你, 我们好心收留你的, 我们是做好事, 林小夕, 你是非不分, 老天爷, 来个雷劈死他 这个白眼狼吧, 李小英刚说完, 天空中出现一道闪电, 周围的人四处逃散, 李小英哈哈笑起来, 林小夕,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哈哈,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让他劈死你, 哈哈, 女人笑得正得意, 一道雷劈在他头上, 瞬间, 他的头发炸裂开来, 全身乌漆漠黑, 怀里的孩子直接晕了过去, 我耸耸肩, 一脸淡定, 毕竟, 这雷是我让他劈的, 重生就这么个小礼物, 要不是李小英非要用雷吓我, 也不至于劈他, 一共就三次机会, 劈一次少一次, 我很珍惜的, 我笑着说道, 看来老天是长眼的, 专劈黑心肝, 你最好别再做坏事, 不然肯定下地狱, 李小英吓得发抖, 他恶事可没少做, 怕是应该的, 四周的人对他指指点点, 风向一下子又变了, 典型的墙头草, 李小英小声说道, 我没有, 肯定是老天爷劈错了, 我抬头看向天空, 脑子里再想, 要不要再用一次机会, 我的嘴角挂上一丝残忍的笑, 你再说大声一点, 看他批不批, 李小英看了我一眼, 再看看天空, 他放下狠话, 林小夕, 你给我等着, 说完抱着孩子, 一瘸一拐离开, 肯定是太闲了, 我得给他找点试作, 第二天, 我主动找领导说清楚情况, 等他来找我, 还不如我主动交代, 我没装惨, 一脸坚定, 并且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领导很满意, 我知道他喜欢自强不息的女孩, 上辈子他劝过我, 对我特别失望, 这次, 我必须做好,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你是我们单位的人, 谁也不能欺负你, 这个世界, 好人还是挺多的, 只是我运气不好, 遇到了几个垃圾, 我深深地拘了一躬, 谢谢领导, 此后, 再也没有在单位听到议论我的闲言碎语, 但, 我不允许李小英再跑到公司闹事, 过了两天, 我从监控看到他们鬼混的画面, 我把视频发给陈晓丽, 再发了个具体地址, 没过几分钟, 陈晓丽出现在摄像头里, 李小英被压在地上, 拳头不停砸在他身上, 那个老男人腿都下软了, 陈晓丽冷冷说道, 敢碰老娘的人, 你是不想活了, 做什么不好, 非要做小三, 真是贱人, 死男人, 居然找这么丑的女人来恶心我, 李小英的拼头站在旁边, 架都不敢拉, 一脸怂样, 哇呜, 婴儿的啼哭声, 唤醒了众人, 李小英猛地翻过身, 把陈晓丽压在地上, 你们早就没了感情, 我跟她是真爱, 要不是看你娘家有钱, 她早就跟你离婚了, 不会下蛋的母鸡, 就该去死, 陈晓丽, 你啥也不是, 绿你又怎么了, 李小英说得理直气壮, 整个人都处于疯癫状态, 陈晓丽冷冷看向男人,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维抹了一把冷汗, 快速去拉扯李小英, 她努力扯出一丝笑容, 小丽, 你别听她说, 我最爱的是你, 跟她没什么的,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联系她, 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信我, 好不好, 陈晓丽站了起来, 她啪啪啪几巴掌, 扇在男人脸上, 李维, 你踏马还是个男人吗, 敢做不敢当的垃圾, 什么叫不会下蛋的母鸡, 你踏马都快当爷爷了, 行, 我让他们以后不管你, 是死是活, 听天由命, 房间里的孩子, 是你的野种吧, 哈哈, 你们真该死, 陈晓丽一脚踢在男人下身, 啊, 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小区, 李维苍白着脸蹲在地上, 我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陈晓丽冷冷说道, 两个贱人, 你们给老娘等着, 她转身潇洒离去, 看她的眼神, 李晓英还要糟, 等李维缓过进来, 她一脚踢在李晓英的腹部, 见人, 跟你玩玩而已, 你还当真了, 就你这样, 还想跟我一辈子, 你是不是啥, 要是我离婚了, 嘿嘿, 你就等着吧, 她蹲下身子, 掐住她的下巴, 是不是你告诉她的, 就这么想上位, 李晓英傻傻地看着她, 然后, 大声哭了出来, 不是我, 我没有, 你不是说最爱我了吗, 我都给你生儿子了, 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骗我, 啊, 啊, 你怎么能骗我呢, 我只有你了, 伟哥, 求你, 看在孩子的面上, 跟我一起好不好, 李伟又踢了她一脚, 冷哼一声离开, 她走到门口, 咬牙切齿说道, 你最好别出现在她面前, 否则,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李晓英趴在地上, 哭得肝肠寸断, 哎, 谈什么不好, 非要谈爱情, 看了这场闹剧, 我身心舒畅, 手里的水蜜桃更香甜了, 没等几分钟, 李晓英打来电话, 这么快就想到了我, 呵呵, 真是荣幸至极, 林晓英, 是不是你, 肯定是你, 只有你最见不得我好, 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笑着说道, 你在说什么, 我半个字都听不懂, 一运傻三年, 你该不会真的出问题了吧, 李晓英大声说道, 你别装傻, 除了你, 没人知道, 不是你是谁, 她要是乖乖的, 我会去找麻烦吗, 像她这样的人, 可能永远都学不乖, 我微微勾起嘴角, 是你偷别人小孩的事, 还是你偷人的事, 亦或是你说别人坏话,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不说个具体的, 我很难回答, 李晓英气地跳脚, 身边的小孩又被她吓哭了, 她拿起桌上的杯子, 砸在地上, 林晓夕, 要是让我知道, 是你在背后搞破坏,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真的怕死了, 重来一事, 不就是回来复仇的吗, 他们不开心, 我才快乐, 我撇撇嘴, 淡淡说到, 被雷劈的黑心肝, 你还是多做点好事吧, 一周后, 警局给我打来电话, 说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想见我,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可我并不想见到他们, 万一又是一堆垃圾亲戚, 我真的会吐血, 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再也不想干了,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不是挺好的吗, 我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 值得开心的是, 恋爱国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抽个时间, 我会去看看他的, 那么大的是, 只瞒着他一人, 好像不太公平, 第二天, 我的亲生父母就找了过来, 我的亲妈哭红了双眼, 她紧紧抱着我, 对不起, 妈妈来迟了, 我的嘻嘻受苦了,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没有保安大叔的一句话, 敢出声, 你们为什么不要我, 就那么想要个儿子吗, 亲妈使劲摇头, 她抹着眼泪说道, 不是, 我们没有, 是不小心走丢了, 我们都很自责, 希希, 你原谅我们好不好, 我们找了你十几年,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我看着光鲜艳丽的中年妇女, 她的一个包, 都够我挣一年, 要是每天睡不着, 她头上怎么一根白发也没有, 如果, 她们真心找我, 可能, 我上辈子不会那么惨, 我轻轻推开她, 好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装目作样, 我习惯了一人自在, 以后请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还没死, 也没被卖到大山深处, 你们以后能睡好觉了, 亲妈愣了一下, 然后满脸不可置信, 她尴尬说道, 希希, 我跟你爸商案好了, 给你在市中心买套房, 作为这些年的补偿, 亲爸满脸笑容, 希希, 你是我的女儿, 血浓于水, 我怎么会让你流落在外, 我根本就不信, 天下就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不可能掉馅饼, 我双手抱胸, 冷冷看着他们, 虽然我无父无母, 但老是教过, 无功不受禄, 你们的好意我不会要, 请回吧, 两人的脸黑了下来, 刚刚装出来的慈爱, 一下子就没了, 果然, 我不配拥有亲情, 亲爸扯出一丝笑容, 听说一直过得挺苦的, 市中心的房子有180平米, 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 我们再给你买辆保时捷, 有房有车是多少人的梦想呀, 亲妈在旁边加筹码, 这么诱人的鱼儿, 那个坑得多大呀, 要不是中火一事, 说不定我还抵抗不了, 我点点头, 你们人还挂好的嘞, 可惜我当惯了穷人, 最讨厌高高在上的爆发户, 老实说, 穷要穷得有骨气, 不争馒头争口气, 钱我自己挣, 防我自己买, 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亲爸仗红了脸, 他立声说道, 林小夕,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是你的亲爸, 我们给了你生命, 你就这样对我, 真是好大的脸, 还没回去就这个态度, 要是回去了, 还能有话语权, 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好, 我并不想来的, 是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生下了我, 我冷冷看着他们, 你家在哪, 等我来了心愿, 就去找你们, 我先把你们都弄死, 特别是那个扔掉我的老太婆, 她必须死的最惨, 你们放心, 等你们死了, 我会去陪你们的, 就当还了这条贱命, 我说的满脸真诚, 他们却下的退后一步, 横的就怕不要命的, 只要你够刚, 没人敢惹你, 我慢慢走向他们, 我这条贱命不想要, 可是我又不是吃亏的主, 所以, 大家一起死, 这很公平, 对吗? 你们别惹我这个疯子好不好? 我没人管教, 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啊, 疯子, 亲妈大声叫了出来, 拉着亲爸快速离开, 我在他们身后哈哈大笑, 带着一丝阴森, 他们跑得更快了, 我去警局了解情况, 明明说好不见面, 怎么又出现了? 警察同志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给我说了那家的基本情况, 秦家除了我, 还有两个孩子, 我是老大, 被拐一年不到, 生了老二, 我猜, 应该是刚怀上不想打掉, 计划生育又只能生一个, 于是就打算把我扔了, 结果又生了个女孩, 只是她运气比我好, 父母下海经商, 赚了不少钱, 成了家里的福星, 又过了两年, 生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儿子, 现在, 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家, 早就把我抛到脑后, 突然想起找我, 还要给我买房买车, 想想就不对劲, 出了警局, 我去找了私人侦探, 身上只有最后的一万块, 这还是大学期间 做家教偷偷存的, 我只想知道, 秦家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跟侦探砍了好久, 对方才同意一万的价钱, 众活一辈子, 我不能又栽在钱上, 2014年, 有一次大牛市, 就连我这个小白也知道, 买房也是不错的投资, 等不了几年就能翻几番, 现在, 就是缺少本金, 这时, 突然有几条消息发来, 感谢你为我提供消息, 李小英被我强制送回了老家, 房子卖了二十万, 我全要了过来, 给你一半作为酬谢, 我知道你是谁, 这是你应得的, 放心, 李小英和孩子必须一直待在农村, 我会找人看着的, 这女人挺狠的, 只是, 这还不够, 我抽了个时间, 打印出一堆照片, 带着他们去探林爱国的间, 才看到我, 他就开始问候我的祖宗, 我笑眯眯点头, 对, 你骂得好, 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们, 还要谢谢你替我骂他们, 给你点好东西, 你再帮我骂几个小时好不好, 李爱国立马闭上嘴, 死死瞪着我, 一点便宜也不让我占, 我摸出包里的照片, 一张一张细心讲解着, 李爱国大声吼道, 小杂种, 这些肯定都是屁的, 你想激怒我, 对不对, 哎, 可惜探监不让带手机进来, 不然, 我肯定给他放视频, 我耸耸肩, 你就没怀疑过, 几十年都没有小孩, 怎么突然就有个老来子, 没事没事, 等你出狱了, 你自己去亲子鉴定, 他们回了老家, 你妈还在亲力亲为照顾他们, 越到后面, 照片越亲密, 李爱国的眼里全是怒火, 他又不是傻子, 屁几张还行, 一堆照片, 谁也没那功夫, 我笑着说道, 不用谢我, 应该的, 李爱国用力拍打玻璃, 然后被预警压走, 我一脸淡定离开, 第二天, 秦家大小姐找到我, 她不屑地看着我, 林小夕, 原来你长这样呀, 怪不得他们不要你, 侦探已经给我发了消息, 秦家这两年不行了, 准备找人联姻, 让女儿嫁给一个傻子换利益, 他们自己养在身边的, 肯定舍不得, 于是, 就找到了我, 农村出来的姑娘, 哄骗两下就能乖乖听话, 那房子车子, 只是幼儿, 根本不会给我的, 他们只想空手套白狼, 去他妈的, 我冷冷看着他, 你谁呀, 是不是有病, 他颤抖着手, 愤怒看着我, 果然是农村出来的, 一点礼貌也没有, 我爸说了, 你要是再不听话, 就别工作了, 真厉害, 小小的秦家能一手遮天, 我似笑非笑看着他, 怎么听话, 替你嫁给傻子吗, 你们真当我傻吗, 我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会怕你们, 从古至今工农事伤, 你们伤人算什么, 农民不种地, 你们就喝西北风吧, 太阳起手, 想伤我巴掌, 我轻轻挡住, 没干过粗活的大小节, 还想打人, 我轻轻拍在他脸上, 乖, 别出来丢人现眼, 秦家人真的好烦, 大家互不打扰多好, 我得想一个 永绝后患的方案, 没过多久, 又来了个小屁孩, 是亲妈的宝贝儿子, 我刚想骂人, 他递过来一张卡, 姐姐, 这是我存的零花钱, 你快跑吧, 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那个傻子有狂暴症, 已经打死了两个人了, 你一定不要回去, 没想到, 他会来找我, 这是歹逐出好损,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男孩稍稍退后一步, 警惕地看着我, 我笑着问他, 你爸妈要是知道 你坏了他们好事, 会不会打死你, 小孩一脸傲气, 放心, 他们不会的, 我是秦家唯一的男孩, 他们舍不得, 你快跑吧, 他们说绑, 也要把你绑过去, 男孩把卡塞进我手里, 记住, 密码六个八, 就几百, 你拿着用吧, 第一次有人给我钱, 虽然才几百, 我乖乖点头, 谢谢啊, 等他离开, 我去查了一下, 整整三百万躺在账户里, 这就是他说的几百, 我把大多数钱都投进股市, 以后再连本带息还给他, 两天后, 单位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才到租的房子, 秦家一群人都来了, 秦老太婆站在最前面, 就是他, 把我扔在庙会, 现在, 还想把我绑得傻子, 真是好样的, 小屁孩在最后面, 不断朝我识眼色, 眼里全是担忧, 还有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我满脸笑容, 你们这是要干嘛呢, 老太婆双手插腰, 小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非要我亲自来接你, 亲妈拉着他婆婆, 他柔声说道, 妈, 西西肯定愿意跟我们回去的, 你别吓她, 他转头露出一丝慈母笑, 西西, 你说对吧, 对个屁, 我直接朝他翻白眼, 你们盛世有病, 你说我是你女儿就是你女儿, 我还说我是你们祖宗呢, 你们再这样, 我就报警, 带着一群人私闯民宅抢人, 这可是重罪, 亲爸一脸不屑, 他笑着说道, 警察都得看我们秦家脸色, 你的工作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嘿嘿,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就怕他不说, 我愤恨盯着他, 不可能, 你们秦家算什么, 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话语权, 老太婆冷哼一声, 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 没听过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只要你乖乖嫁给王家傻子, 这辈子都能吃香喝辣, 亲妈连连点头, 也就看你是我女儿, 不然这种好事轮得到你, 真是谢谢他了, 我指了指秦家大小姐, 这种好事还是给他吧, 农村姑娘配不上王家傻子, 亲妈一巴掌扇了过来, 我站着没动, 硬接下来, 我拿出手机报警, 秦家人一脸无所谓, 根本不担心有什么问题, 他们背后的靠山还挺大的, 我把刚才录的视频发了一份给侦探, 让他帮我报省分局, 顺便用他的账号发到网上, 打开软件, 我开了直播, 小巧的摄像头挂在我脖子上, 狠狠心, 我买了5000流量, 还好在股市赚了一笔, 这些都是渣渣, 没过多久, 浩浩荡荡来了一群警察, 亲爸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看起来经常打交道, 我努力说着报警原因和诉求, 然后他们把我靠上了, 林小夕跟我们走一趟, 还没出小区, 侦探带着警察来了, 秦家人慌了, 老太婆坐在地上刚好, 来人呀, 救命呀, 警察乱抓人啦, 你们会遭报应的, 我们秦家人做得端行的证, 我掐指一算, 还有两次召唤天雷的机会, 我必须送他一次, 在老太婆再次骂老天不公的时候, 天雷直直朝他劈去, 轰隆一声, 他躺在了地上, 本来就不多的头发, 瞬间烧了金光, 可惜, 一道雷只能劈一个人, 不然我把秦家都劈了, 我摇摇头, 拍手叫好, 果然老天爷长眼了, 专批坏心肝的人, 秦家的人再也不敢避避, 乖乖进了警局, 警察告诉我, 他们正在调查这群人, 我抱得非常及时, 我得到了表彰, 回到单位, 还往上升了一级, 半年后, 亲爸进了监狱, 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所有财产都没收了, 老太婆被纳到雷, 劈成半身瘫痪, 亲爸想跑, 我怎么可能让他潇洒, 白天去饭店洗碗, 晚上跟老太婆一起睡, 秦家大小姐辍学进场拧螺丝, 成了他最看不起的人, 我买了套房子给小屁孩, 每月再给他5000生活费, 让他不要告诉别人, 小屁孩惊得很, 他说, 姐姐放心, 他们现在看我脸色生活, 我会好好教育他们的, 以后他们绝对不会来打扰你, 三年后, 林爱国出狱了, 他回老家把李小英狂揍一顿, 然后抱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果然, 孩子不是他的, 林爱国, 他快气疯了, 监狱里折磨人的方式很多, 他全部都用在了李小英和孩子身上, 李小英是高龄产妇, 身体早就不行了, 没打多久, 他就瘫在了床上, 看着满身伤痕的孩子, 他半夜用铁棍打死了林爱国, 李小英抱着孩子来求我, 让我帮他养儿子, 他说, 西西, 我知道是你告诉林爱国的, 你想让我们死, 我可以成全你, 但求你收留他好不好, 怎么可能, 上辈子对他那么好, 都背后插刀, 这辈子收留他, 我别想睡一个安稳觉, 我报了警, 把孩子送去了福利院, 李小英气疯了, 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还没来得及进监狱, 他就死了, 那个孩子被送进了深山, 这辈子都见不着。